大二门是12号的高晋 一点都不出奇 畢竟前一场在同程都差点打开胜利之门 突然间一阵飞打到三倍半 最后更只剩3.3倍开跑 至于前一门是加了眼罩出赛的9号金不换 换马位昌期有7.4倍 第三夜门是今季两节的2号齐齐店 就是7.7倍 上次起步是不是很顺利被人夹 今天没什么问题高晋 一起步已经大概在第七位 但不是距离前面很多 快的就是这么贵的一只齐齐店 一再出门很快 但出门之后也要找别人去盖 也要拖住 开边我们看到有红挡挡 和运动建杖都拼命 骑上前面 还有眼镜之宝 排过外当但也不示弱 都尽量压在前面 夹在第四位的中间 就是金钱炮 反而看到慢慢那只齐齐店 拖到第五 然后再到蓝蓝地三 就是霸王天雅金不换 接着又到福慧高晋 还有独领风数在中间 后一点还有一路在外跌跑 就是那只骑跑至尊 然后才到快上快分享 神经描算 好了 这里已经入到直路了 前面戴着的马 就是运动建杖 这里还要有过马位的优势 很快就已经看到他们红挡挡 没什么 反而开变眼镜之宝都还没完全散 看看在内档 看到有福慧开始摄到位子上来 他旁边还有一些齐齐店 看出去外面 看到在外面找到位子 就是大宜本的高晋聪 还在中间有一只不是很顺利 就是金不换 有点左边右边 来到这里 里面福慧出来了 但是不够外面冲 变成高晋赢了 跑第二就是福慧 第三就是金不换 眼镜之宝都挨回第四 五班赛事很少见到 马落飞落得那么紧 又投场 但是他还是后上马 结果真的飞到马也很有 用一个超级的姿态赢 实际上前一场都几乎赢了 上一次在组段被人夹 就是落后了 变成追不回那么多 通常低班赛 你打算这样追的马 都是吃虧的 都敢这样落飞 可能又看通了这些组的马 对手大家七七八八 因为你现在跑第二 那只福慧 能力也是很有限 不过福慧就省了 而且它的状态真的保持得到 不过真的不是很多 见他在直路内南找到位子 有百多米充斥力 就是没有什么 道理来够硬强折了他上来 这些组马里面 我比较憧憬的是 一路全程走外跌那只 骚跑至尊 我觉得这只马 开始越来越似仰 这场也是全程走外跌 都是很迟才断的 可以留意一下这只 金不换还可不可以憧憬呢 它其实还未很熟 你可以接受就是 大摩显然 都很不服气 是要帮这些马赢到为止 但是今天用了一些配件 似乎帮到一些 但是騎下去而已 你看 两头疼 有时候想拉起来 有时候走出来 我想总会找到一个机会